轎車在小巷飆速執行 经过路口想转弯没转成 失控撞上路边的三辆轎车 车尾的灯因为故障闪烁 再看一次监视器画面 轎车直直冲 旁边有人骑着脚踏车经过 差一点就被撞上 好险闪过 事发在国庆日当晚 巨大撞击声 附近民众都以为是在放鞭炮 修到好 三台车无端被波及 进口车车主有够无奈 车子往前推撞围墙 前后板筋都变形 肇事驾驶11名徐姓男子 年纪很轻才19岁 他跟朋友在公馆烤肉喝酒 结束后没叫代驾或计程车 一个人开车回头份 行进铜锣箱大同五胜路口 疑似因为速度快加上路况不熟 撞上路边的三辆轿车 因为离派出所不到一公尺 警方五分钟后就到现场 闻到男子身上浓浓酒味 一侧酒侧值高达0.53 事故现场没有人受伤 那驾驶人酒侧值是0.53 依公共危险罪争办 年轻人廉价嗨过头 喝了酒还开车 幸好只是撞上路边停车 没人受伤 但车损恐怕都要算在自己头上 还要被依公共危险罪移送 害人害己 记者彭志明 林伟志 李云杰 苗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